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北宋王朝 以蓝田吕氏为代表的文人知识分子 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北宋 人们是如何饮酒的呢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很多网友对北宋世人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关注 今天的镇馆之宝 就从这批讲究的器具说起 让我们跟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玉女士 一起追溯历史 品味不同朝代的独特酒香 蓝田吕氏家族墓葬啊 隋葬的器物呢 总的我们算计下来呢 大概有一千多建筑 这些器物呢 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 他们的保存状况呢 一般来说呢 都比较好 不但完整 而且呢 品相很好 后来呢 又经过我们的专业的文物修复师的清理和修复以后呢 这些器物呢 大部分呢 可以恢复到以前下葬时的基本状况 通过对这些文物的反馈出来的信息的研究和认识呢 让我们逐步的对于北宋中晚期 地处关中士族之首的吕氏家族的讲究不奢华 而又精致的生活呢 有了一定的了解 比如说呢 其中有一批这样的器物 这些器物呢 出土的数量很多 而且呢 基本上是每座墓葬都有 以瓷器为主 但是呢 还有石器 铁器 铜器 锡器 陶器 等等的材质 这些器物呢 它是什么用途呢 那么我们呢 首先从那种小口 宿径 有一个身长腹的这种瓶子说起 我们把这种瓶子呢 就叫做长瓶 关于长瓶呢 考古发现的其实也很多了 在吕氏家族墓葬中呢 长瓶的数量出土也很多 但是呢 除了这个我们考古界叫它长瓶之外呢 我们的这个称呼呢 是根据它的这个外形来定名的 在收藏界呢 它还有另外的一个雅号 大家称它为煤瓶 之所以称它为煤瓶呢 我认为啊 是这些收藏界的朋友们呢 对这个瓶子的来历呢 刚开始可能是不太清楚的 因为呢 大家认为这种瓶子呢 看起来外形呢 比较瘦高 亭亭欲力 而且呢 表面上呢 有着非常美丽的花纹的装饰 显得呢 既典雅 同时呢 又不失于华丽和富贵 所以称它为煤瓶 而且呢 如果说 在它这样一个小口身负的瓶中呢 插上一枝怒放的梅花呢 好像更加觉得呢 傲然挺立 不同凡响 但是呢 随着这些年来 在考古发掘中的这个 长瓶的 瓶瓶的出土呢 这种说法呢 已经站不住脚了 因为呢 在墓葬的发掘中呢 如果它瓶瓶出土 那么我们认为呢 它就不应该是一种观赏品 而应该是一种实用器 因为如果是煤瓶的话 它应该是摆放在厅堂上 摆放在几岸上 插煤所用的一种花瓶 在墓葬里呢 它犯不着每个墓葬都出 因此呢 这首先这个煤瓶的这个说法呢 是不够准确的 而且呢 在吕氏家族墓葬随葬品中呀 出土的这些长瓶啊 也并非是每一个都亭亭玉立 每一个都装饰很好 它有粗瓷的 也有细瓷的 有装饰很华丽的 同时呢 也有那个外形啊 看起来并不是亭亭玉立 甚至有点歪歪斜斜的 如果你在这个瓶子里头 插上一支煤的话 那我想它看起来真是不美 说不定还有些 有碍观瞻啊 所以呢 煤瓶之说呢 实际上是一个错误 那么这种瓶子呢 它究竟是属于什么用途呢 从古至今呢 我们的祖先在祭祀 天地鬼神 列祖列宗的时候呢 经常会使用到一种 非常特殊的饮料 我们祖先认定啊 这种饮料 由于它有着一种 特殊的口感 和一种特殊的 比较刺激的气味呢 这是天地鬼神所喜爱的 所以呢 用这种饮料呢 去祭祀呢 就可以比较容易 沟通祭祀者 对于被祭祀的这种情感 它的祈求 或者它的意愿 或者它的敬畏之情 这种饮料呢 直到今天呢 实际上呢 还和我们的生活呢 息息相关 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呢 大家呢 已经猜到了 这种饮品呢 就是酒 所以呢 这种清幼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种清幼刻花的长瓶呢 实际上呢 就是酒瓶子 这种酒瓶呢 其实在墓葬里头 出土的呢 很多 而且它的种类也比较多 还有一种 和它形质 刚好相反的酒瓶子 这种酒瓶子呢 它的外表呢 其实很可爱 比较粗 也比较矮 纸地呢 相对比较细腻 有一个小的口 还有肃静 它的肚子呢 是又直又圆 而且呢 还配着一个 又大又稳当的 一个瓶底 通体呢 包裹着一层呢 酱色的柚 这个柚呢 也非常的明亮润泽 这也是一件酒瓶 这件酒瓶呢 它的主要特点呢 就是度大能容 另外呢 它的有一个 比较平的一个底啊 底也比较大 不容易翻倒 所以呢 很稳当 但是这种酒瓶呢 使用的时间呢 我认为比较短暂 我们只在二号目中 有所发现 另外呢 还有一些酒瓶 这些酒瓶呢 应该说呢 从纸地上 从工艺上 从许多方面呢 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这种青柚刻花的酒瓶呢 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酒瓶的外装装啊 和它的纸地有差异 所以我认为啊 装在这个瓶中的 这些酒呢 大概在品质上 也应该有区别 比如说呢 除了上述的那种 青柚刻花的长瓶之外呢 还有这样的 青柚素面的长瓶 另外呢 还有黑柚素面的长瓶 这两件瓶子呢 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青柚刻花的长瓶呢 从工艺和纸地上呢 还是有区别 另外呢 还有一种长瓶 它叫茶叶末柚的长瓶 这种瓶子呢 不但呢 纸地上呢 稍微显得要粗糙一些 另外呢 它外形呢 也不是很规矩 再一个 在右面的这个 石柚方面呢 它也是有厚有薄呢 看起来不够均匀 那么装在这种瓶子里的酒呢 从纸地上来说呢 我认为肯定不如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 青柚刻花长瓶中的 那个酒啊 品质那么好 当然呢 在价格上呢 也应该有一定的差距 北宋是蓝田吕氏家族 发展的鼎盛时期 著名的蓝田吕氏四贤 也出现在这个时期 但是从吕氏家族的 墓葬中出土的酒气来看 这些器具虽然工艺精巧 却略显肃静简约 似乎与他们家族的地位 并不相配 甚至可以说 是过于质朴 这让我们不禁疑惑 北宋时期 文人士大夫们 有着怎样的审美品味 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也有网友提出了 类似的疑问 网友千金球提问说 吕氏家族身份高贵 家境殷实 酒气为什么不追求奢华呢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在这个 从头到尾呢 一直在讲这个 他们的精致生活 实际上是建立在 用普通材质上的精致生活 他们精致的生活呢 主要讲究的是品位 并不讲究那种奢华的东西 这是他们从始到终 一直贯彻的一个加风 那么就是说 一定要在朴素的 无华的这个 日常的生活用具中呢 体现出他们的高雅的情趣 和他们的生活的精致和讲究 无论是斜刀刻花工艺的 清幼刻花长瓶 还是底座稳容量大的 酱幼素面大底酒瓶 蓝田吕氏家族的酒气 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韵味 那么这些外表 各不相同的酒气 到底能给我们勾勒出 古人怎样推杯幻展的情景呢 从这些往昔的酒气身上 我们又可以获取 怎样的信息呢 所有的这些出土的酒瓶子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无论它是高低粗矮 装饰的如何 都是敞口没有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送人的酒呢 不怕挥发吗 实际上呢 经过我们的仔细的研究之后呢 恍然大悟 原来呢 这些酒呢 其实在商家出售这些酒的时候 人家都是有盖子封堵的 按照我们传统的方法来说呢 它是一种软木塞呀 包裹着那个红绸布 堵住了这个酒瓶的口 但是呢 由于这些酒呢 是被当作祭酒来放入坟墓的 时间长了以后呢 软木塞呢就腐朽了 那个红布呢 肯定也随之就朽掉了 这样呢 盖一旦失去呢 瓶中的酒呢 就很快的就被挥发了 这也是酒的特性 因此呢 在我们的发掘过程中呢 我们只看到了酒瓶 而瓶中的酒呢 却是一点没有了踪影 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 在北宋时期啊 由于我国饮用酒的历史呢 已经是非常的悠久了 所以呢 在酒具的使用上呢 也已经趋于规范化 这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了 除酒的器具呢 是长瓶 那么总不能 大家拿着酒瓶酒 往嘴里灌吧 总要有一个东西呢 从瓶子里呢 把酒要倒到这个东西里 然后方便我们去饮用啊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它做成酒器 这个时候的成酒器呢 是一种叫柱子的器具 这个柱子呢 其实外形呢 就很像是一个酒壶 实际上就是我们俗称的酒壶 这一件器物呢 就是从七号墓里出土的一个 温碗和酒柱子套装的这么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侧面有两件已经分开了 我们是专门把它分开 让大家能看得清楚一些 它的酒柱子呢 有一个比较古的长圆的斧 然后一个弯曲的柳 这件器物的出土呢 说起来呢 对我的印象其实还很深刻 这就是当我们呢 发掘到七号墓的这个晚期的时候呢 已经进入到了仔细的清理阶段 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对出土器物进行清理和登记 以及绘图和照相 这时候呢 在墓棺的右侧呢 一件套装的酒具呢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件东西呢 是一个清幼花口的一个温碗里面呢 套装着一个酒柱子 虽然呢 墓室顶部的他土呢 已经把它给推倒了 但是呢 它原来套装的那种模样呢 还是没有改变 最让人兴奋的是呢 这件器物呢 虽然被他土压倒了 但是它保存的非常完好 经过清理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图片 从这件器物的出土呢 让我们明白 这个时候 北宋中晚期的时候呢 那么温碗 也就是柱碗 温碗和这个酒柱子呢 是配套使用的 这两个呢 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搭档 这种情况的出现 也说明 当时北宋时期 人们喝的是热酒 而不是凉酒 流行与北宋的饮酒器呢 是一种叫做台盏的器具 这个器具呢 也是两件套 上面呢 有一个长口的一个小的盏 这个盏呢 它大概的口径 就在十公分左右 这个大小呢 是最最合适的 底下呢 有一个酒台子 这个酒台子呢 好像是一个碟 但碟的那个内心里头呢 凸起了一个小小的圆台 用来承托这个酒盏 这个酒台的下面呢 有一个高的圈足 从十二号墓 吕达归先生的墓葬里头呢 我发现了这样一个 白佑素面的台盏 这件台盏呢 做得非常的精致 你看 它的盏呢 外形呢 很像一个初开的花朵 下面的台托呢 刻室有镂空的 这个如玉云文图案 非常的典雅 而且通体肃静 这一点呢 和吕氏家族一贯 奉行的这种审美观呢 非常的吻合 因此呢 他堪称是这次出土的 台展中的交交者 蓝田吕氏家族的墓葬中 出土的酒气 具有讲究 精致 不奢华的特点 恰恰反映出了 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们 雅而不俗的审美品味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中 很多网友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网友青山新语问 他说 古人饮酒会因为酒种类不同 而像葡萄美酒夜光杯数的那样 选择不同的杯子吗 首先呢 我认为古人呢 饮酒啊 他多半都是 饮的都是那些粮食酒 度数也比较低 他也没有太多的种类 普遍用的呢 应该就是那种排斩 这是他们主要的饮酒的器具 但是呢 也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呢 可能会有玉杯 比如说呢 可能会有玻璃杯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个别的 并不代表一种普遍的现象 当然呢 我们在吕石家族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玻璃杯 只有一件 但是这个玻璃杯呢 很明显都是从西亚那边进口来的 李白举杯妖明月 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 白居易花时同醉破春愁 自古以来 文人雅士以酒入诗 留下许多快智人口的名句 然而在北宋 有一位文人 不仅写下了关于酒的著名诗句 而且爱酒如命 甚至苦心钻研酿酒 这位北宋的文人是谁呢 他与酒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时期啊 饮酒在一些文人雅士中呢 非常盛行 而且呢还注入了许多的情趣 比如说有一个人 这个人写了一个著名的诗句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这两句词呢 实际上是家喻户晓 大家都知道 说到这个诗人的名字呢 肯定大家也明白 他就是和吕大林 吕大中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 著名的文学家苏氏 苏氏呢 有许多描写酒的诗词 但是呢 他本人呢 却是一个很没有酒量的人 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呢 他就是世界上最没酒量的人 只要闻到酒的味道 他就会醉 但是呢 他又说呀 自己呢 又是一个最爱酒的人 因为呢 他可以终日的饮酒而不醉 当然他所说的这个终日饮酒呢 就是过一会儿免一点 过一会儿免一点 那种非常慢的节奏 所以呢 因为他的酒量很小 因此呢 他对每一次在这个 喝酒的场合中 别人能够开怀畅饮 他都特别的羡慕嫉妒恨 因此呢 下决心一定要锻炼自己的酒量 这样呢 他就是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呢 最后经过了好多年的修炼 他终于呢 有了一定的酒量 他这个酒量有多少呢 那就是一瓶啤酒的量 但是为这一点呢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到自豪了 苏氏啊 不但非常喜欢喝酒 而且呢 很喜欢酿酒 在这方面呢 他也是情有独钟 每次走到什么地方呢 他都会背着自己酿酒的工具 到了一个地方呢 就会向人打听呢 有没有著名的酿酒师 他要去请教 这样呢 一点一点的积累啊 几十年下来呢 他居然还真的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东坡酒经》 从没有酒量到 修炼到了酒仙的级别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实际上呢 不是他那种酗酒的过程 而是一个逐步的 日积月累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与此相反呢 吕氏家族中的吕大房先生 为了自毁 在流放的途中呢 他就纵酒狂饮 结果导致死亡 这也就正如这个 明代的著名的医学家呀 李时珍 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中 所写的那样啊 酒呀 这个东西呢 要节制的喝 可以强身撞骨 但是如果毫无节制的狂饮呢 就可以立实毙命 综上所述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饮酒的这个酒具呀 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 你看 它有长瓶 它有酒柱 有温婉 还有台盏 这些东西呢 如果来来回回 喝一次酒 来来回回搬运的话 实际上是很麻烦的 而且这些东西呢 好多都是辞职的 容易被打碎 那么怎样才能够 非常的快捷 简便地开始饮酒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 李时珍 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器物呢 就是最好的回答 这是在吕富平 所盗掘的那些 出土器物中呢 有一件铜盘 表面上呢 它已经盖满了 这个绿色的袖 看起来呢 灰头土脸的 不怎么好看 但是呢 从这件器物的 这些边边缝缝里头呢 我们可以发现它 它竟然是金光闪闪的 这就说明啊 以前这件器物呢 外表呢 是金色的 而且呢 非常的华丽 但是让考古人 引起注意的 不仅仅是它的 原来光亮的外表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盘的内底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三个不同的 圆形的印记 经过比对之后呢 这三个印记呢 其中有两枚 比较大的印记 是与它同时出土的 一个锡纸的酒台的 圈足上的印记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说明啊 当时的酒具啊 应该是放在 这个盘子里头 统一地成练的 喝酒的时候 这些酒具呢 很快就会端上去 喝完之后呢 又可以呢 把它们都收回到盘中来 这样呢 也便于保存 因此呢 在这种托盘的 这个用途之中呢 还要加上了 酒具的一种功能 另外呢 还有一种托盘呢 它是一种 特殊材质所制成的 这种托盘呢 在吕氏家族中呢 有出土 而且这一类材质 制作的器物 还真是数量比较多 这件器物呀 如果出来呢 它的质地呢 很一般 也许呢 大家会感到很惊讶 它就是陶器 陶器呢 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实用的已经呢 非常悠久了 可是呢 作为这个 关中士族之首的 吕氏家族呢 一般的陶器呢 它肯定是看不上眼的 它只能粗食 不能登大雅之堂 而这种陶器呢 它是一种 特殊的方法来制作的 这种特殊的方法 是什么呢 它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要说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得往前说 说到唐代 在考古发掘中呢 唐代的一些建筑遗址里头呢 出土了一种建筑用的铜瓦 这种铜瓦呢 比较细长 个体也不大 但是呢 表面呢 有一层非常光亮滑溺的外皮 制作也很规范 这种瓦呢 我们叫它做青棍瓦 青棍瓦的制作方法呢 很复杂 首先呢 这个泥啊 要经过多次的淘洗 要求呢 很细腻 经过淘洗之后的 细腻的这个泥土啊 把它磨压成了瓦的形状 然后呢 去晾干 在晾到这个半干不干的时候呢 要用非常细的这个鹅卵石 或者说是麻草石 进行外表的打磨抛光 经过打磨抛光之后呢 这个瓦呢 再送到窑炉中去烧制 等到烧制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在燃料中呢 还要加入洋分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瓦呢 不但的坚固 规范 外表比较好看 同时呢 它还附有一层 滑润的 黑亮的外皮 所以呢 青棍瓦的这个制作技术的过程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认为啊 到了北宋时期 我们看到的这种 黑色的 有着光亮外皮的陶气呢 就应该是 用瓦的制作方法来制作出来的 我们现在把这种陶呢 叫做加炭陶 这件器物呢 就是加炭陶的陶纸的托盘 它出土于25号墓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吕西山的两位妻子的墓葬之中 这件器物呢 表面上 你用手去摸呀 非常的光润 非常滑腻 而且呢 有着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显然呢 这件器物呢 应该是墓主人生前呢 多次使用过的一种使用器具 这些加炭陶器呢 虽然它是一种土器 可是呢 却跟其他的土器大有不同 自然呢 体现出一种简洁 但是呢 却很有文化底蕴的 这么一种风范 北宋时期 这些精致酒具的出现和使用 在酒的历史中 注入了一定的文化内涵 和高雅情趣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中 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 表示了关注 网友天涯录问道 古代上流社会喝酒的器具 那么复杂 那么在古代 喝酒又有什么样的礼仪和忌讳呢 喝酒的时候呢 我想啊 在文人中呢 可能喝酒也会做一些游戏 比如说吟诗啊 比如说作画呀 行酒令呀 等等等等 这都是为了增加的情趣 至于老百姓 普通人这个喝酒啊 他们是 是不是会有划拳 或者有什么呢 这个还真是不太清楚 还有网友 对古代酒精的度数 提出了疑问 他说 古代酒的度数 和现在酒的度数 是如何换算的 我能喝半斤白酒 要是在古代 我最多能喝多少酒呢 哎呀 这个 这个很难换算 原来这个宋代人呢 喝的那个酒啊 应该是度数比较低的 可能十几度 二十度左右吧 要不然你看武松 大虎就能喝十几万酒 那要是现在的蒸馏酒 你要喝十几万酒 可能就喝死了 所以这个度数 很难换算 北宋时期经济的发达 带动了文化的发展 深邃的文化内涵 也体现在出土的酒剧中 有研究者表示 无论是材质 工艺 还是实用性 观赏性 北宋时期都达到了 很高的水平 然而酒文化 远远流长 追溯历史 不同时期的人们 饮酒器具究竟有着 怎样的特点 酒器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请继续收看 镇馆之宝 精致的生活 在新石器时代呢 酒就已经出现了 那个时间呢 大概是距今六七千年 或者更早一些 那个时候呢 人们用来除酒的器具呢 是小口肃静的那种尖底瓶 这种陶瓶呢 实际上我们在新石器的 这个遗址中呢 是常有发现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种瓶子 这种瓶子呢 它的特点呢 就是小口肃静 腹部呢 很深很长 同时呢 它有一个尖尖的底 这个尖底呢 既可以插到泥土中呢 保持瓶子的这个稳定性 同时呢 尖底呢 又利于酒中 那个杂质的这个沉淀 所以呢 它还有一定的滤酒功能 而且呢 这个瓶子的这个尖底呢 插入泥土之中呢 对于这个酒的存放 可能还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现在 酒的存放的最佳的场所呢 还应该是地窖 或者是山洞之中 这叫接地气嘛 按我们现在的话说 当时原始社会里 饮酒的器具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 塑腰的瓶底的那种杯形器 很像一种杯子 这个呢 在考古发掘中呢 也多有出土 到了商周时期呢 除酒用的是尊 而成酒器呢 是有或者质 那时候呢 普遍的被人们所使用的 是一种叫孤的器具 孤的器具 最早呢 它是由这个 原始社会的这个杯形器 发展演变而来的 后来呢 就把它的形体呢 变得比较细高 比较长了 这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器具 我之所以强调日常呢 就是说呀 那个时候人们 祭祀用的饮酒器呢 是跟它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种器具 这种器具呢 叫做绝 这种绝呀 口上呢 有一个比较长的流 而且呢 通体呢 有着很华丽的装饰 最重要的是 它下面呢 有三条高高的组 看到这三条高高的组呢 我们就知道啊 在组下呢 它可以用火来加热的 由此我们推测呀 当时祭祀所用的酒呢 是热酒 通过这个 加热之后呢 蒸腾的酒器呀 可以弥漫到天空 这时候呢 就是可以惊动了 我们要祭祀的这些 天地鬼神 列祖列宗 从而呢 能够跟他们沟通 来表达我们的 各种各样的情感 汉代的时候 人们除酒呢 是用瓮 而成酒器是什么呢 成酒器呢 就是大口的尊 或者是盆 这个时候呢 人们喝的呢 仍然是凉酒 口比较大 成酒器口比较大 这样呢 便于那勺子呢 从这个盆 或者尊里头呢 咬出酒来 分到了每一个人的杯中 这时候人们所用的 饮酒器是什么呢 饮酒器呢 多半都是用这个 漆木所制成的耳杯 这是大家日常所用的 另外呢 还有一种 比较高档的饮酒器 这种饮酒器呢 叫做御智 在史记的高祖本记中 有这样一句话 说高祖奉御智 岂为太上皇寿 意思就是说呢 汉高祖刘邦啊 手里头捧着 针满酒的御智 来为太上皇去祝寿 目前呢 御智呢 有两种说法 统型的这一件呢 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御智 但是呢 有一位很权威的老先生 研究器物学 他认为呢 这种像高祖杯一样的 也应该叫做御智 所以呢 这两个片子 我都希望大家看到 汉代人喝的这些酒呢 是用这种酒取 发酵的一种 比较低度的酒 但是近年来 由于海魂猴木的发掘 以及出土的随藏器物呢 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这里面呢 有一件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呢 体型比较高大 它的名字呢 叫做蒸馏器 高度呢 大概在一米左右 上面的那个青铜的 那个桶状的物体呢 直径大概就在五六十公分 关于这件器物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呢 这是蒸馏花露水用的一种 制丹药的器具 另外一种说法呢 说它可能和蒸馏酒有关系 这个蒸馏酒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酒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出土的地点呢 是在墓葬内藏果的酒库里 所以呢 人们不能不联想到 它和酒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这两种说法呢 现在呢 还都需要有证据的支持 可是呢 如果后一种说法 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人 晾造白酒的历史 就能够从元代呢 一直提高到了西汉的早期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呢 在这里呢 就是我只是针对这件出土的器物呢 说说我自己的感想 到了魏晋之时呢 在贵族之中呢 开始兴起服用一种叫做 五十散的一种养生的这种药物 这种东西呢 都什么都不济 就济冷酒 所以温酒而饮的这个方式呢 就从此开始 这个时候呢 许多的名士文人啊 都有很多和酒相关的奇闻异事 其中呢 有近人张华所著的一个叫 博物志的书 这里面呢 记载了一个非常神奇的 和酒相关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酿酒人呢 叫做迪西 他酿出了一种叫做千日醉的酒 这个酒呢 就是只喝一杯 就得醉千日 当时呢 迪西呢 有一个老酒客 经常到他的店里来饮酒 这个人呢 叫做刘玄石 刘玄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很不以为然 他不相信有这种酒 所以呢 专门到店里来去喝这种酒 但是呢 他来得很不巧 那时候呢 这个酒呢 正在晾造 迪西说呀 酒没有量好 刘先生呢 现在如果你喝了呢 对身体不利 但是玄石很自信 他说 没有酒啊 能把我醉倒 所以我不在乎 我相信我不会醉 你必须得给我喝 后来呢 没有办法 迪西呢 就到出了一小杯 给他说 只此一杯 只此一杯 你就要醉千日 你可要小心了 如果你喜欢这种酒 酒醒之后 你到我这来 再继续喝 刘贤石呢 当时就喝了这杯酒 喝完之后呢 实际上他也没什么感觉 心里就很不痛快 他觉得迪西呢 是骗他呢 但是呢 在回家的路上呢 哎 他就觉得有点不太 不太对劲了 觉得头重脚轻 开始脚步有点亮强 一进家门的 就醉死在地上 当时家人呢 又不明所以呀 怎么突然人就死了呢 结果大家没办法 痛哭一场以后 就把他给埋了 三年之后呢 迪西啊 就算计着 这个刘贤石啊 应该是酒醒了 他就应该再来喝酒了 怎么左等不来 右等还不来 就跑到他家去问 一问家人呢 刘家人说 哎呀 刘贤石都死了 三年了 他都醉死了 我们都把他埋了 这迪西说 哎呀 他不是 不是死 他是酒醉了 说赶紧咱们得去挖坟掘墓 得赶紧把它给弄出来啊 这样呢 大家就跑到墓地上 挖开他的坟墓 打开他的棺材 刚一打开棺材呢 这个刘贤石 正好就睁开眼睛 他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 快哉快哉 好久 醉我者好久也 旁边挖墓的人呢 都哄堂地大笑起来了 但是在这个笑声之中呢 大家又倒了一片 什么原因呢 原来呢 棺材里散发出来的酒气呢 把这些挖坟掘墓的人 又熏倒了 这些人也熏醉了 当然呢 熏醉呢 和真正把酒喝到肚子里呢 还是不一样的 这些人肯定也不是一醉千日 这个故事呢 很显然呢 是作者编出来的故事 但是呢 通过这个故事本身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北宋时期呢 不但有了名酒 而且呢 有了一批优秀的著名的酿酒师 到了唐代的中期啊 喝热酒的这种习惯呢 已经兴起了 这个时候呢 以前的那种传统的 什么大口尊啊 什么盆啊 这一类的器物呢 已经完全不能适合 现在饮热酒的这种饮酒方式了 因为他们口太大 散热太快 因此呢 出现了另外一种崭新的成酒气 这种酒气呢 就叫柱子 或者叫做酒壶 再稍晚一些呢 又出现了那种身腹圈足的柱碗 把柱碗里头呢 加满了热水 然后把柱子呢 放进去 通过定期的更换 这些热水呢 能够长期的保存 这个酒壶里的酒的温度 所以在唐代中期之后呢 整个的饮酒器呢 基本上呢 已经和北宋时期呢 非常非常的接近 由此呢 我们总结到了一条规律 那就是说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 随着酿酒技术的发展 和不断的提高 为它服务的这些酒具呢 也在随之发生着变化 而推陈出新 在李世家族呢 出土的这些器具中呢 还有一批器物 这批器物呢 和酒具一样 有着悠久的历史 同时呢 它也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呢 息息相关 从外形上来说 更加的精巧 更加的雅致 这是一种什么器物呢 我们想要了解它吗 请看下一集 这种情况下来说呢 我们想要了解它